TrallGPT他的理解能力其實都還蠻OK的 而且他的 你看我們就很簡單 只是說你要記得 Excel的檔案的話 他就是工作部 所以敘述的話我建議你就是用工作部名稱為什麼 他會比較聽得懂 或者是說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不確定用檔案可不可以Excel檔案 Excel檔案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也是可以 只是說我確定說他寫出來程式會不會是正確的 這個可能還要試一下 因為我的理解 其實Excel檔案其實就是工作部 所以以後的話 你就這樣去 工作部名稱為後面幾個 這幾個 然後順便跟他講說 第一個工作表 首先檔案底下就工作表 所以工作部再來就工作表 甚至如果你有範圍的話 你也跟他講 或者是哪一籃 哪一列 你也可以跟他敘述一下 建議是敘述越清楚越好 那將來你說 老師 將來我們有一種狀況 就是我們可能不確定說 這裡面有幾個檔案 因為目前只有四個 所以我把四個名稱列出來給他 可是以後的話呢 我想說以後就是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可能會只有四個 但是可能之後會變四十個 四百個 四千個 那可能會增加 也可能會減少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跟他講說 就是後面這個帽號 你直接給指定一個路徑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剛剛的路徑是這一串 你就說 這個路徑有沒有 然後貼到那個 請幫我把這個路徑下的所有工作部 所有工作部做處理 它也可以自己 幫你把這個工作部 資料夾裡面所有的工作部找出來 只是會另外一種寫法 OK 我想你們可以多方面去嘗試 OK 所以我自己稍微試了一下 我是覺得他寫出來程式 只要你的敘述不要太 讓他看不懂 理論上應該都可以幫你寫出你想要的程式 然後我要做什麼 需要填滿公司 它就OK了 所以剛剛其實只有改了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路徑 本來是 this workbook and 一個斜線 這個斜線特別是不能省略 這個斜線指的是 這個目錄底下的這個檔案 OK 所以這個斜線 這個反斜線指的是 目錄下面的一層 所以沒有這個反斜線 也會出錯 我常發現有同學是錯這個地方 沒有這個反斜線 差一點點都不行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這個反斜線一定要有 好 那這樣的話 他就會很快幫我把裡面的 四個工作部呢 通通完成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同樣的啦 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剛剛的那個清除 再寫一下 我們剛剛是清除工作表對不對 那現在是清除工作部喔 總共有四個工作部 那我要怎麼清 以前的做法一樣就把它打開對不對 然後一個一個慢慢切過來 然後慢慢再把它 這個範圍清 Ctrl-Shift 向下 離立著掉有沒有 這邊這樣 Ctrl-Shift 向下 那變成你要清幾個範圍 然後清 Ctrl-Shift 向右向下 這樣有沒有 雖然我用快速鍵已經蠻快的 但問題你還是要打開 然後再把它清掉 然後再把它關起來存檔有沒有 關起來存檔 我先不要存檔好了 那如果這一件事情 我希望透過什麼呢 透過這個 VBA 幫我寫的話 怎麼辦 其實我是覺得 應該也不用重寫了 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 改 把這一串有沒有 把輸入公式完之後再填滿 改成清除就好了 有沒有 但是你說 我改一次給各位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是開檔案對不對 開檔案之後 指向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抓到它這個工作表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OK 然後再去向下填滿 有沒有 那如果我不要向下填滿 我不要輸入公式也不要向下填滿 那就把公式跟填滿 填滿就 Fill Down 有沒有 這些 所以有七個輸入公式 就會有七個填滿 把它 Delete 掉 先把它復原一下 先把它復原一下 我們就是直接拿這一段 把它複製 用這個來改好了 Ctrl C 貼到底下 那這個名稱也許把它改成清除工作部 然後等於是拿上面來改比較快 那改哪些地方呢 就是輸入公式 這個留下來 最後這個一定要 那總共有 B3到 N3 這個幾個刪掉 有沒有 輸入公式刪掉 那填滿的話也刪掉 填滿的話這個 有沒有 填滿 好 那也就是說 其實它這些留下來就是開檔 有沒有 然後儲存 可是中間記得一定要做什麼事呢 清除 清除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上面這邊其實有寫過 在哪裡 清除這邊有沒有 那不就是什麼 有幾個範圍呢 其實有三個範圍嘛 B3到 B的最下面 D3到 1的最下面 K3到 N的最下面 所以把這三行怎麼樣 直接複製一下 1 2 3 Ctrl C 然後呢 直接貼到哪裡呢 直接貼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把它貼上 一般習慣這樣貼 貼上 那看一下 WS 有了 WS就是指的是第一個工作 就這一個 這邊一樣 也叫 WS 如果兩邊名稱不一樣 你可能要改成一樣 OK喔 好 這樣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它實際上是怎麼樣 打開來之後 清除三個範圍 存檔 總共四個啦 所以應該會閃四下一下 來 執行一下看看 執行 有沒有 閃了四下 表示開四個檔案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打開看看 看一下 看一下裡面是不是清空了 這個清空的 應該沒錯 這個半四圓看看 裡面也清空了 那應該沒有問題啦 等於這些全部都清空了 OK 好 所以 如果要在填公式呢 再執行這一個 上面的這一個就可以了 執行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 再開一下啦 隨便開一個 裡面就有了 所以喔 假如你是要針對的是什麼 針對的是那個 工作部來處理的話 那又可以改了 工作表可以 工作部也可以的 那所以我們剛剛重點就是 把它 上面這個有沒有 直接拿來 改成叫清除工作部 那直接改這三行就OK了 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我把它貼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參考的話 其實我還是會 默默的把我寫好的程式 貼到雲端上 所以你們雲端上找找看 裡面應該都有 如果我忘了貼 你們就自己再跟我講一下 那我是貼到應該是第七頁的地方 清除工作部 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改這裡喔 把它用那個 顏色塗一下 OK 其實啦 你說老師 可是你這樣改 雖然沒有改很多 但是還是很難啊 那可不可以 請Chartyp幫忙一下 也可以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真的很懶 你就直接跟Chartyp講一下 其實我剛剛有試一下 我底下其實跟他講說 改為跨工作表清除之前填滿公式的資料 就這樣而已喔 應該很白話吧 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寫這樣 反正你只要敘述是那個意思 應該他就懂 那你底下我看一下 他其實寫出來好像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應該好像一模一樣耶 我發現其實有個地方不一樣 事實 有沒有 所以事實這個我有講過啦 請各位就自己在 所以向下填滿那個部分 有的時候他不會幫你加 這個部分我覺得 你可能還是要會自己加一下喔 所以我假設這個地方 我這一串如果用他寫的 有沒有 那如果用他寫的 就是這個事實 改成這個let's law 改的方法很簡單 這個deleteal有沒有 and 空一個and 空一個 為什麼要空一個 規則就這樣 VBA end的前後一定要空格 然後這個就把它複製過來 這樣就OK了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剛剛也做過了 所以我就這個地方就不贅述了 就 但是這個很重要 因為同學常常就是這個不會 就是這個東西 加一下 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去RGBT 幫忙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我想請各位就再試試看好了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